从下周正式节目的中国赛季 当前外界现在只关心两件事 退赛和塞尔维亚天王德约 尤其是后者 更是当前球迷和网友们关注的绝对焦点 当前官宣不参加中国赛季的法国姑娘科内特 一度曾引发了舆论极大的争议 有网友直言 现在以科内特的实力 就算参加中国赛季 也很难取得好的成绩 他的退赛无关紧要 看看算了吧 虽然当初第一个确定参赛ATP250珠海赛的梅德维杰夫 也宣布退赛了 其实对中国赛季影响并不大 俄罗斯名将只是退出一战赛事而已 上海大师赛和中网他仍然会参赛 球迷和网友们依然能看到他 至于其他退赛的球员 虽然让人感到有些惋惜 不过考虑到咖为何影响力有限 对于中国赛季 在球迷和网友们中的关注度 并不会降低 有网友直言 只要梅德维杰夫 小资维列夫和阿尔卡拉斯等人不全部退赛 以及接下来不会有更多的球员宣布退赛 今年的中国赛季依然会精彩分成 要是塞尔维亚天王德约 再来和梅德维杰 小资维列夫 阿尔卡拉斯错综麻将 那就更热恼了 中国赛季的人气绝对会直冲九霄云外 德约会出战中国赛季吗 从目前舆论端地讨论情况来看 热度已经爆表了 塞尔维亚天王刚刚在梅网举起创纪录的 第24个大满贯没多久 德约的教练伊万就对外表示 自己不认为弟子会来中国参赛 伊万的这句话 在中国德约的庞大粉丝群中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也让他们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不过从APP巡回赛 官方发出的最新通报来看 原先被伊万的话 深深打击的球迷和网友们 则又在心中重新燃起了 对德约亮相中国的期待 中国赛季下周将正式拉开大幕 你准备好了吗 张之珍 吴亦炳 商俊成 布云朝克特等中国选手 将迎来主场之战 德约科维奇 阿尔卡拉斯 梅德维德夫 穆雷等顶尖选手和世界名将也会亮相 看到ATP巡回赛 官方在这则最新预告中 直接将德约的名字点了出来 无论在谁看来 塞尔维亚天王应该都会出阵中国赛季 因为官方代表着权威 如果德约没有意思来中国 官方也不必借着塞尔维亚天王的名字来蹭热度 实在没有必要 太好了 看来德约要来中国了 有球迷和网友看到这则最新的信息后 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已经做好了切实前往现场观看德约比赛的打算 现在外界很多人对ATP巡回赛官方的这则信息感到高兴 相信德约一定会来中国 这也跟伊万当初并没有将话说的太死有关 中国对德约来说 向来堪称塞尔维亚天王的主场 下至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德约没有理由不来中国 再者 德约向来非常有主见 什么样的赛事对自己重要 一定要参加 往往都有自己的考量 比如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尽管当时的前教练瓦伊达吉利反对 德约还是冒着无缘年度 全满贯伟业的风险参加了 有这样的前车之线在前 那么从德约对中国的特殊感情而言 直接放弃似乎在情理方面也让人难以置信 有人表示 现在细平伊万的话 他说自己不认为德约会来中国参赛 应该是从他刚刚打完美网的状态判断 现在从德约在戴维斯杯两盘 横扫弗基纳的强势表现来看 显然德约的状态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 为塞尔维亚天王亮相中国赛季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舆论端对ATP巡回赛 官方发布的信息开心不已 大有奔走相告之事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此信息的真实性 只质疑的态度 有网友直言 德约没有亲自官宣 现在就发这么一则通告 是不是为了骗大家提前购票啊 更有球迷和网友表示 确定老父亲会来吗 现在就这么发 更多的人则是想知道德约是不是真的会来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确切的答案 让自己吃磕定心丸 从当前大家对德约是否参加中国赛季 这件事的反应来看 用超级期待来形容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由此可见德约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在中国有多少人喜欢他 德约会给所有的中国球迷和网友们一份惊喜吗 有人说 官方应该不会轻易骗人 坐等惊喜来 有人说 真的不敢过于期待 怕希望越大 最后失望越大 那么你认为德约会亮相中国赛季吗 欢迎留言讨论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月亮和的星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和拭讯息